陆军军官学校 自1949年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后 隔年军官学校在高雄凤山副校 并由罗友伦中将担任副校后首届校长一职 在学校内共有十栋学生宿舍 他们的命名方式都是蒋介石钦点的十位反共将领为名 这些将领都是在国家危急时刻展现出英勇和忠诚而被表彰 学校也希望透过这些典范成为黄埔子弟的楷模与表率 再来介绍这十栋学生宿舍所代表的将领都是哪些人 第一栋 芝琪楼 代表人物是黄埔四旗的戴芝琪 毕业后 戴芝琪随军参加北伐 搅供 与抗日战争 在抗战争 戴芝琪屡次挫败日军 被升为青年军师长 1946年7月 戴芝琪升任整编第69师中将师长 12月 肃北战役 戴芝琪身先士卒 欲血奋战五天五夜 双方伤亡惨重 后在共军持续增援下 直到冲进指挥所 戴芝琪知道战局已无法挽回 于是自强殉国 十年四十二岁 第二栋 安兰楼 代表将领是戴安兰 戴安兰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 曾参与北伐及搅供等战役 并在抗日战争时 以血战昆文官以及远征缅甸文明 1939年12月 戴安兰在广西昆文官与日军第五师团激烈敖战 此仗 戴安兰负责最艰巨的正面攻击 他身先士卒重创日军 兼敌六千余人 并击毙日本纲军的少将旅团长中村郑雄赢得昆文官大捷 至1942年3月 戴安兰率第两百师入免作战 3月19日 同古保卫战开打 两百师官兵坚守阵地 勇猛还击 第十十二天 两百师以牺牲八百人的代价 打退了日军二十多次冲锋 歼灭四千多人 不但打出国威 更令盟军刮目相看 戴安兰也因为战功辉煌 是二战期间第一位获得美国总统勋章的中华民国军人 后 戴安兰在接受撤退命令 移经缅北时遭一袭击 十天后 伤口已经严重恶化 戴安兰自知来日无多 命令左右卫士将他扶起 随后向北面高呼 中华民国万岁 戴安兰殉国 享年三十八岁 第三栋 寿春楼 代表将领是黄浦三期毕业的熊寿春 熊寿春在十邦会战开始时 亲率第十四军开赴十周增援 有军先后失利 孤军奋战二十多天 全军牺牲殆尽 此期间曾有共军游说熊寿春归顺 熊寿春因而大怒 直接枪决间谍 到最后 指挥所被共军冲破时 熊寿春亲自带领卫士 遇血抗敌 激战中 不幸腰部中弹 决心自强成人 第四栋 林书楼 代表将领是黄浦一旗的刘勘 刘勘自林书 古宿舍命名为林书楼 刘勘从北伐战争开始 一路奋勇当先 在剿共作战时 一眼负伤失明 但刘勘却越战越勇 人称独艳将军 1933年3月 刘勘率部在长城战役中 坚守南天门 赢抗敌有功 获颁清天白日勋章 1938年 刘勘奉命解遗川之围 却遭共军伏击 击战两昼夜 淡尽圆绝 刘勘在危机之下写完家书 随即自强成人 国民政府追进陆军二级上将 第五栋 林辅楼 代表将领是黄浦军校第四期毕业的张林辅 张林辅相貌挺拔 个性刚毅 勇于作战 每逢战役 毕身先士卒 奋勇当先 胡宗南称赞他是黄浦奇才 革命猛将 抗战开始后 张林辅历经各个重大战役 在冲沙中不幸右腿受伤 从此不良于行 对此 张林辅霸气地说 我的腿虽废 无以战力 但是中华民族得以战力 不被窝贼所欺 无腿直也 抗战胜利后 军队整编 张林辅担任整编第七十字师中将师长 保卫首都南京 至1947年 张林辅率领七十四师 向山东晋级共军 5月14日 欲共军以人海战术 张林辅被围困于孟良故 血战四天后 伤亡惨重 但尽缘绝 张林辅举枪自强 壮烈牺牲 十年四十五岁 蒋介石闻此噩耗 悲痛不已 除了轻传记文之外 并在南京修建纪念碑 在台北众列祠中 张林辅也是列世第一人 凤山步兵学校更有张林辅路 陆军官校内有林辅楼 是以将军的忠勇 永受黄埔人尊崇 第六栋 仁杰楼 代表将领是黄埔第五期毕业的蔡仁杰 任陆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副师长 抗战期间参加数场重大会战屡间其功 1947年5月 与师长张林辅固守孟良固一带 血战四天后 淡尽圆绝 蔡仁杰不愿被敌俘虏 追随张林辅于阵地内自强成人 十年四十五岁 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 第七栋 长青楼 代表将领是黄埔斯齐毕业的胡长青 任第五兵团司令 兼川康游击宗队总指挥 1949年春 胡长青奉命持援宣城 因仓促应战 已知兵败 后拔枪自强 子弹穿过左胸 被及时发现 成功抢救 至1950年 胡长青经过休养后 又临为授命 重返战场 守备西康 在遭十多万共军围攻溃败后 仍沿途苦战 拒绝中共招降 坚决奋战至最后一兵一组 3月31日 胡长青在弹尽圆绝下 举强迅火 追进为陆军二级上将 第八栋 青泉楼 代表将领是黄埔二旗毕业的邱青泉 在战场上 邱青泉以勇猛善战 敢打敢拼著称 历经抗日 搅供和远征缅甸等多次战役 至抗战胜利后 邱青泉任第二兵团司令 参与十棒会战 1948年12月 邱青泉被解放军合围在陈冠庄地区 在困守四十多天后 邱青泉自知战况 决心成人 十年四十七岁 第九栋 宇农楼 代表将领是黄埔六旗的戴笠 因为戴笠 自宇农 顾学校把宿舍命名为宇农楼 戴笠长期从事特务工作 在抗日战争中 戴笠和她领导的军统局破译了许多日军密码 还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命令提前通知美国 回顾戴笠一生 可以说是情报界少有的天才 她无师自通 忠贞为国 在抗日战争时期 有着无可抹灭的贡献 至抗战胜利后 1946年3月17日 戴笠乘专机飞往南京时 飞机失势身亡 戴笠遇难 举国盗面 国民政府追尽为渡君忠教 第十栋 百涛楼 代表将领是黄百涛 黄百涛 第七兵团司令官 1948年7月 玉东战役中 黄百涛面对华野优势兵力 轻率战车救援友军 以司令官身份带头冲锋 黄百涛虽然负伤 仍死战不退 部队受司令官激励鼓舞 拼死猛冲猛打 稳定了阵地 此战后 黄百涛获搬清天白日勋章 同年十一月 徐邦会战 第七兵团被围于碾庄 其间共军派员又降 黄百涛仍不为所动 并让共军伤亡八万余人 最终仍然不敌人海战术 在弹尽圆绝下 黄百涛举枪自强 壮烈成人